欢迎收看谈其论权 我是信仪 我是志伟 节目一开始 还是请您拿起手机 扫两下QR Code 这是我们志伟老师的YouTube频道 里面有选择权跟期货的回放 浅显欲懂 那想学的人呢 可以在这个YouTube频道里面看回放 那我们今天的盘市呢 跳空低开 那跌了103点 收在17522 成交量不到3000亿 那很多人都说清明节变盘 清明节变盘 老师到底变盘了没有 等一下我们客观来说 因为很多人在提到清明变盘这件事 那变盘是往上变还往下变 对不对 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看日线 没那么快变吧 趋势我们要酝酿也要一段时间吧 一个月左右以上 才有机会 那不管怎么样 那短线上 我们上次也分享到 我们用60分可以看 是不是 是一个涨势 是 可是日线是个叠势 是不是很矛盾 是 对我们来看一下 就我们等一下用 就照我们那个趋势的规则 是 来帮大家判断 现在的盘 到底变了没 OK 对我们从 其实我们分享很久了 因为每天都在看 那我们之前 那时候叠下去 对不对 上来本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警线区 对不对 本来是预期有反压嘛 就在那边顿了两天之后 结果隔天居然间直接带量冲过去 OK 我说 那表示这个盘其实并不弱 那不弱没关系 反正我们这一趟 当然没有做到多很可惜 可是也没放空 也没受伤 对不对 我们就还是等它弱的时候才做 然后有人就问说 不是突破警线了吗 为什么你还是要做空 我说因为整个格局 都还是空 你这边看下来 这边是最高 对 然后一路就是高点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对 高点越来越低 越低 OK 所以说这种状况还没有改变之前 你就还是应该要做空才对 是 OK 那 不管怎么样 来我们看 这一天没动 这一天没动 一直到这一天我们当 我们进场放空了 对 可是当天就补掉了 好快 OK 没办法 因为它怎么走 我们没办法决定 我们只能 自己决定说 我要买还是卖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发现说 没有空间 那当然是有赚就算了 对 好 就走 好 来看 这是3月29 对 3月29 格局有没有变 没变 没变 完全没变 然后一直到这一天 突然大涨 3月30号 大涨 对不对 大涨那一天 有没有过 前两天的高 有 对不对 可是高点离不远 好 我记得我那一天 3月31的时候 我们有 有录节目 对 有跟大家说明说 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说以日线来看 日线都还是一样 没有变 可是你看 小时线呢 这个还是日线 那是4月1号 你看 4月1号那天 高点下来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 发现一个高点又出来了 来看一下 我说这个高点就差不多那么高 另外还有一个低点在这 大家注意看 这是今天 低点破了 没破 OK 我们用短信一点的观察点来判断 就是说 以目前来讲 变成说 它陷入一个区间盘整 对不对 对 那区间盘整 变盘了吗 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还在这个范围内 是 好 那既然还在这个范围内 这个是日线 日线我们偏空 对 OK 偏空 然后目前是盘整 对 的状态 OK 没有变 所以说清明节之后 没有变 以日线来看 好 那我们用小时线来看 这是60分k 60分一根 60分一根 这是加权指数 对 你会看到最低点就是 3月7号那一次 是 低点反弹高点 再低点就没破了 然后再高点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一路是越来越高 低点越来越高 高点目前也越来越高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对不对 然后今 这是 刚刚是 31 对 然后现在呢 现在是 4月1号 好 4月1号 高点到770 虽然说多没几点 多没有几点 可是还是有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这是4月1号 4月1号我们那天没录影 我们是31号录的 对 OK 大家注意看 今天 低点有没有破 没破啊 对 到今天为止 连小时线的低点也没破 等于说 它连小时线 本来一个多方格局的趋势 都还在 表示说什么 表示整个格局行情 还是维持着 休假前的一个状态 是没有变的 OK 那就 有客户来问 说老师为什么不交易 你知道吗 对 OK 我说因为 第一个我们放假前 因为要休长假 这两天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我们宁可不做 对 那今天为什么也不下单 因为 它的格局没变 好不好 也没有说转弱 对 然后也没有转强 那我们怎么做 就不要做就好 好 并不是每次出手 都可以赚到钱 而是说我们 尽可能的筛选 让我们有机会赚钱的时机点 再出手就好 不是随时都要再有部位 对 随时有部位很难有 常赚钱的感觉 是 好不好 这个是到今天为止 60分开 你看格局都没变 那既然如此 不用急 好不好 我们就等着什么 趋势 当然60分也转弱 日线本来也是空头 对 那个时候你在做空 胜率相对一定会比较高 顺着趋势走 对 顺着 顺着市做就好了 了解 好不好 给大家做参考 那你看 低点 没破 没破 高点就这样 好不好 就高点都在附近 是 低点没破 那既然没有趋势给你 我们就看就好了 你说 不能这里低买高买 我说会不会太累 我说没那么简单 OK 所以我们就观察就好了 等到真的出现一个关键的时候 再出手 你赚钱几率高 我们今年算很幸运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出手都赚钱 这是三月 三月份 每一次出手都赚钱 然后这是一月到现在 是 所以说 只有胜选时机 你少赔了就多赚 是 对不对 所以说才有这个机会 好不好 了解 OK 好 我们今天感谢志伟老师 为我们解说 现在的盘市 到底是多 还是做空 那清明节到底有没有变盘 那 浅显易懂 那都非常的明白 那老师呢 曾经也缔造了 这个期货波段界的 六天 一千 一千三百五十点 那么 我们也三天 一千一百点 真的是 非常的不简单 老师的投资策略呢 都是先保本 两手策略 先保本 再获利 所以 这些绩效呢 都是抠讯 我们做一个统计 单单这三个月 我们就赚了 两千两百点 两千两百点 什么概念 如果大台两百块 那是几万 四十四万 四十四万 所以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 针对 志伟老师的 投资策略呢 有兴趣的 您要少 这个light add 然后传个贴图给我们 志伟老师都亲自来为您做服务 甚至于 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跟着志伟老师一起来操作 让我们呢 一起来分享这个学习的一个成果 好 那这个是老师的YouTube频道 所以 老师的盘中 或者是盘后的解盘 您只要少这个YouTube频道 都可以来看回放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那最后呢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乐的人 善生地显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